好 產生之後呢 然後就請各組的小組長檢查一下 我要按這四個焊點 四個焊點 也讓它產生是否圓圓的 那如果學生對於使用那個焊蝦會覺得太大了 你就親自操作一次一個焊點給它 其他三個叫它嘗試看看 它會越焊越有興趣 它會得到有一些滿足感 來 老師先把這四個焊點先焊上去 先給這四個焊點 好 再來 線材的部分呢 我們不透過方先用這個擔心線 用意是方便濕作 那這一個長度呢 怎麼取 我是拿一個右側的泥片放著 短短短短短 剪掉 這樣比較快 對對對 因為它買來是一整滾的 我那一拍我沒帶過來 它買來是一整滾的齁 類似這樣一整滾啦 我沒帶過來齁 然後我就拿泥片把它給短短短然後剪掉 我覺得長度差不多 會越長一點 那好處呢 是你叫學生動指甲先鋪看看 動指甲摳住 然後往外一拉 你會發現很神奇他已經鋪完線了對不對 老師可以鋪一鋪看看 你先鋪0.5公分試試看 那也叫學生先鋪0.5公分 因為學生對長度 通常沒概念對不對 他有時候把枕頭鋪了喔 好再來 那叫學生呢 再把它鋪長一點 把它鋪大概一公分掉左右 好鋪完之後呢 請學生把 請學生把兩個焊點 我們先焊 請學生呢 先把這兩點焊在一起 好那焊的時候呢 教學生先看你的操作喔 我們把我們剛剛給的焊點 溶料線靠過去 然後叫他深呼吸不要動了 這樣就掉了 另外一關一樣 焊點溶料線靠過去 好這樣我們就把隔壁連在一起對不對 然後再把多的線呢 剪斷 你可以教學生拿寫什麼剪刀 把多的線給剪斷 好這樣就完成了 焊點了 好那現在呢 我們是要把這個 太陽能板板它給串連起來 所以我們是 這兩個是一個正一個負 正負這邊有寫喔 左邊正右邊負 OK 好再來 另外兩焊點呢 叫學生剝大概0.1公分左右 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把它焊起來 好那我們這段不剝線 原因是因為怕它跟它會短路對不對 所以不剝線 然後請學生把裝置旋轉180度 好轉完之後呢 我先錄量這兩焊點的距離 那把多的線呢 把它給稍微剪短一點 然後再用手動剝線 好剝完線再把這兩點呢 看起來 好那我的焊接工作就完成了 焊槍就可以把它給斷邊了 稍微看得到嗎 我們看的是 短線跟長線 短線把它剝掉 你不剝掉也沒關係 但剝掉比較好看